网校的学校朋友们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那么我们前两次课呢 领大家介绍了资产专题 损失专题 那么这次课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重组专题 什么叫重组专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 什么是企业重组 它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这些事 它发生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 正常的你比如我是生产 这个电脑的 那我电脑的生产销售 就是日常经营活动 那么所谓日常经营活动以外的 那包括法律结构啊 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 那比如我原来是公司 变成了个人独自企业合伙企业 那整个就变性了 因为公司我们交企业所得税 而我们的个人独自企业合伙企业 它不是企业所得纳税人 它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我们后边会在个人所得税 也会提到这个 在前面讲 企业所得纳税人士也提到过 那这个你看 没事谁在卖电脑的时候 天天这么搞来搞去的 它就是日常经营活动以外 那除这个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股权收购啊 资产收购啊 甚至把这个企业合并了 原来企业没有了 对吧 或者是这个企业一分为二 一分为三 就分裂了 这些都属于我们说的日常经营活动以外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 我们给它起个名叫企业从组 那同学们可能听课认真的反了 老师你咋没说债务从组呢 你知道我为啥不说吗 因为债务从组的问题 我在前面的课程里提到过它的概念 我和你之间 你欠我一百万 现在呢 我做出让步了 你只要给我三十万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就是一个债务从组 那我为什么单独劣势在这块呢 主要是大家注意这个名字 这叫债务从组 债务从组是企业从组的一个什么形式而已 别搞混 这个朋友圈的名字叫企业从组 那么债务从组跟合并分立 只是这个朋友圈里中的一员而已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同学们要知道 那么至于什么是收购 什么是合并 跟我们这个考试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同学们呢 就跟我刚才的讲解 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合并是吧 那就是两个结婚了 是吧 成立一个新的合并 是吧 或者我把你给吸收过来 吸收合同 是吧 就是二变成一 就是合并 那分立呢 就是离婚了 一家公司变成两 对 这些都属于日常活动以外 知道它的各种形式下的啊 共同特点 就是日常经活动以外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并不重要 跟我们考试没关系 不展开说了 对吧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研究的另外两个 关于企业从组的概念 就很重要 要注意理解 好了 比如说 我收购了你这个企业的股权 啊 那这就属于刚才说的企业从组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 那么我收购你的股权 说白了 就是买你的股权 收购感觉高大上 那么是就买你的股权啊 是吧 那你像我中午休息的时候啊 这屋子我出去了 我就溜达着 花三块钱买了一个冰棍 哎 吃着两块两块 那我就在花钱呢 是吧 那我跟那个老板说 我说你这个冰棍的对价是多少 老板肯定听不懂 其实道理就是 我买这个冰棍花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在这些日常经营活动的企业 从组行为中 那么发生交易的双方之间 要谈这项交易的价格 这就叫对价 那比如说 我买你这个股权需要花一千万 对吧 那么这一千万 无非有两种支付方式 对不对 有两种支付方式 你比如我买这个冰棍的话 我给了他一块钱 给了他一块钱 那个现金 然后后老板兜里没钱 我也没给他微信 微信也是现中那种方式 我正好发现有一个两块钱的彩票 我就给他说 老板实在是没钱了 但这彩票可能中五百万 对吧 能不能把彩票给你 老板不太高兴 但是看我呢 这个小伙还不错 就怎么的 给我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我支付给他对价 就是一块钱的现金 两块钱的彩票 这就是所谓的对价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一块钱的现金 和两块钱的彩票的形式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给他起个名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买你的股权 一千万 我不能给你彩票啊 那可以给什么 我给你两百万现金 那八百万什么呢 就是我的股票 我买你的股票 我怎么 我增发新股 把这八百万给你 那么相当于什么 买你的股票 我支付的时候 用我的股票支付 那所以呢 这时候就引出了两种对价支付的方式 一种叫股权支付 我买你的股权 我买你的资产 咱说买资产可能更好理解 我买你的一项实质金金资产 这个大楼值一千万 或者我把你个企业合并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要花钱花对价 我给你现金两百万 那叫什么 叫非股权的支付 我给你我的股票 就叫股权支付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概念 后边老在用 那么企业从组中 购买换取资产的一方支付的对价中 以本企业或控股企业的股权 股份作为支付的形式 对价 给了一张彩票 那这就是股权支付 那么 非股权支付就是最典型的现金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本企业和控股企业 股权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 存货 固定资产 其他资产 以及承担债务等等 都作为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同学们要注意啊 注意啊 我为什么强调注意 我问你固定资产是股权支付 还是非股权支付 同学们 做到这的时候 往往跟我们前面在讲收入形式中的 非货币资产的形式和货币资产的形式 搞混 非货币性的收入和货币形式的收入 那么我固定资产属于非货币性的收入 是吧 你别搞混了 那我问你是货币还是非货币的 那固定资产是什么 是非货币的 但如果站在企业重组的角度 我就考基本概念 我们有时候考试 现在考这块还比较简单 那么要你区分股权支付和非股权支付 那你记录股权支付的 就是本企业 或者是控股企业的股权股份 就是股权支付 而像存货固定资产 这种非货币形式资产的话 依然属于非股权支付 明白了吗 那还要就是你这个企业 即控股企业股权股份以外的 其他有价证券 也属于非股权支付 你看这个考文字性的选择题 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那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考过那种货币 非货币收入的区分 那这种股权支付 非股权支付的区分 也一样要回 所以你记这个股权支付 就可以了 是本节和控股节 这个股权股份 才叫股权支付 除此之外都不是 明白了吧 好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 去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那你们想没想过 股权支付也好 非股权支付也好 那是作为我买冰棍的一方 所支付的方式 从这个方式去看 那对卖冰棍那个老大妈来说 那么你们想想 是不是他那一块钱 他叫做套现了 作为卖方来说 一块钱套现了 两块钱 他就叫没套现 没套现 因为一开奖 发现不值钱 你有可能是吧 所以这个股权支付 和非股权支付 实际上是站在哪个角度 考虑问题 就是那个支付对价 也就是我一会说的 就是买这个买方 买资产这方 是吧 买你这个企业这方 是吧 那么对相对方 卖方来说 你卖给我的 那这个股权支付的 就相当于没有套现 非股权支付的 就相当于套现 是吧 换个角度也行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 套现不套现的 经常说的这个事 好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概念 我觉得注重理解 唯一具有可考性的 就是股权支付 和非股权支付方式的区分 选择题 注意即可 好 那接着 咱来研究一下 它的事务处理方法 由于这块吧 内容挺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 学习方法 那我将用两讲的时间 给大家说这点内容 那么这讲呢 我们在理解 企业重组 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性事务处理方法 那有一般 就有二般的 对吧 就有特殊的 二般是开玩笑 是吧 就是有特殊的 那特殊的事务处理方法 我们下次课再说 那么要想按特殊性事务处理的话 它必须满足前提条件 有定性的指标 有定量的指标 那么至于什么条件 且听 下次课分解 那么如果不满足 下次课说的一个特定条件的情况下 那么发生企业重组 就得按我们这讲讲的 一般性事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那我们来分别来研究一下 首先说一下 就是这种变性的情况 对吧 变成金星姐姐了 这种情况 那么比如说 这个企业由法人 转变为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等 非法人组 那这个时候 刚才我举过例子呀 我是法人的时候 我要交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那我现在转变成 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了 性质大变呢 对吧 那我要 适用的是个人所得税法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呢 就是把这个登记注册地 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境外 本来我注册地在境内 对吧 现在我转移到境外 这个境外 我们当然是 税法概念的境外 那包括港澳台地区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 那也是性质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 是吧 那么 这些 都视为 杨老师开玩笑说的变性 因为考试要考试 就有选择题 对吧 很少考核 你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就相当于 是吧 跟过去那个世界的割裂 所以 要视同进行清算 分配 然后呢 股东重新投资成立 新企业 一个新世界的来历 这是变性了 对吧 金星姐姐 那么大家注意啊 你既然是对原来的那些生意进行清算分配 那有所得的就要算清算所得税 对吧 那么这时候企业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 都是以公众价值为计税基础确认 这叫什么 这叫变性 这叫变性 跟过去说拜拜 那还有种什么呢 就叫微整形 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的简单改变 那这就不复杂了 对吧 比如说 你的地址变更了 名字变更了 那就直接进行变更事务登记就可以了 什么叫变更事务登记啊 我们在后边讲那个贞观法里说过 对吧 你这个企业成立以后 你要怎么呢 要办理这个事务登记 对吧 就是结婚的话 要办理登记 到底差不多是吧 那么后边有些事项发生改变的话 你怎么的 你也要变 就跟我们办户口 生下来办户口 最后的话 要改变名字的话 或者是这个户口 这个东城搬西城去了 你户籍要变成变更 这种叫什么 简单形式的改变 直接变更事务登记就可以 当然呢 有一个情况稍微说一下了 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有关企业所在纳税事项 是吧 发生这个 这个变更以后 就由变更后的企业成绩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住所发生变化 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除外 你比如 你在北京 你虽然会要 不要把户口挪到其他省市去 那你就遵循其他省市的规定 就可以了 道理一样 所以这块大家理解即可 明白了吧 没有什么复杂的 到底是变性还是这个微整形 一定要注意 就在这不写微整形了 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着来说说这个债务从主 债务从主的概念 我们也提到了 提好几次了 刚才还提了 是不是 我是杨白老 你是黄世仁 我欠你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不上你跟我要 我也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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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你只能做出让步了 这是现在的现实情况 我欠你一百万 对不对 那么你跟我要 我不给 也要我不给 那这时候我说了 咱俩干脆坐下来谈一谈吧 你做出让步 那这个时候 我只需要给你三十万 咱俩就达成了这个协议了 对不对 那这个债权债务就解除了 这就是债务从主 对吧 那我如果给你钱的话 那你看啊 很简单 你收到了 本来是欠你一百万 我只给你三十万 咱俩就搞定了 这事就没了 你是不是就损失了七十万 所以这时候 作为债权人的黄世人 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 三十万 低于债权计税基础 一百万的差额 你说你叫什么 就叫债务从主损失 对吧 很简单 那我呢 哥们就乐了 本来欠你一百万 现在呢 我怎么 我就还你三十万 那作为债务人的杨白劳 杨军 按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 三十万 低于债务计税基础 一百万的差额 就确认债务从主所得 是吧 那唐山话叫得儿的 对吧 我拿三十万搞定了一百万的事 就OK了 对吧 因为我老丈母娘家唐山 那时候他说得儿的 我理解就是特好的事 特好的意思 是吧 不知道对不对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理解了 什么叫债务从主损失 什么叫债务从主的所得 很好理解 是不是 好 那么我刚才说的是 我是杨白劳来 我欠你一百万 我拿三十万现金搞定了 那有没有可能 我把喜儿给你呢 喜儿是我养了一只狗 对吧 还开玩笑 就是我的一项固定资产 我给他起个名字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采取的债务从主的偿还方式是什么 是非货币性资产 对吧 是个一个叫喜儿的固定资产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了 就有点小复杂了 当然他也会产生债务从主的所得和损失 但是就不像钱那么单纯了 站在售局的角度考虑 我不是把叫喜儿的这项非货币资产 清偿债务了 不是这样的 他怎么认为的 你们还记得那个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吗 在售局的眼睛里认为是 卖非货币资产 然后投资 杨老师总结的十二字方针 你们给我背一下 我在面售的时候 讲到这 我一定说 你们给我背一下 对吧 特配合的 就喀喀特别喊 那有的就不搭理我 不搭理我的 百分之八十就没背 十二字方针 什么 地盐纳税 足年调整 一次到位 还记得那个了吗 这个思路 税务机关是一致的 所以我拿这个喜儿的这项非货币性资产偿还你的时候 市务机关说 不是还债 是卖喜儿 拿卖喜儿的钱去还 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分解的税务处理思路 就是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 市通销售 全数发生转移了 然后按我卖的这个钱 也就是工人价值清偿债务两项 所以这块有一个非货币性资产转让的所得 同学们对不对 然后那么我还会形成什么相关的这种资产的 从组的损失和所得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不用给他搞那么复杂呀 你就要理解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要练进那十二字方针呢 那他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什么 就是分解呀 就是分解啊 是吧 这个解 你要单独看不出来 可能过一段时间 你要单独过 杰克评说老师这啥字 我也不知道了 就讲到兴头随便写一写 这个字在这呢 在这呢 明白了吧 明白了啊 所以同学们注意 这个非货币性资产经常要分解 那现在我换一种债务从主方式 叫什么 叫债转股 债转股 我不是欠你钱吗 对不对 那么哎 这个时候干脆的话 咱俩就别变成债权债务关系了 咱俩变成什么投资被投资的关系吧 你的债权反正也收不回来 怎么呢 你干脆就到我们家当股东吧 你括号了 刚才蔡尔说当孤业吧 是吧 哎 这就是债转股 那么债转股这块 大家也要记住这个词 分解 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 不要认为债转股是一个直接的投资行为 它要分解为债务清偿 那么既然有债务清偿 就有债务从主的所造的损失 是不是 所以分解 这都是这种非现金方式进行债务从主 它最核心的词就是分解 好了 那么这块呢 我们举一道老早老早之间的题 大家看一下 说什么呢 就甲合以达成债务从主协议 甲一批库存商品 第一厂所欠以公司一年前发生的债务180.8万 对吧 该批库存商品的账面成本是130万 市场不含税售价是140万 该批商品的增值税率13% 所得税率25% 不考虑承建税交易付加等等小税种 那么甲企业的该项从主业务 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多少 马上想到分解 首先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吧 甲企业 它相当于把一个130万元的库存商品卖 卖了多少呢 卖了140万 所以会产生一个10万块钱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益 然后呢 这个人就还说我吧 杨白劳吧 对吧 就是这个甲 甲公司呢 拿着卖来 实际上没有直接卖 实际上是把商品给你的 但我们一定说是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是吧 那我拿卖的140万去还你这个债 我欠你多少呢 欠你180.8万 对不对 那我给你这个就搞定了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债务从组的收益 我拿140万搞定了一个180.8万的事 对吧 但是由于我选择这种非货币清偿导致我要交一个所得税 所以在债务从组收益中 我还要扣除 由于选择这种从组方式导致的我税负的增加 那么最终产生债务从组收益22.6万 杨白劳有这么一个22.6万的债务从组收益 这就是分解 它的对所得税影响的效果 这不就是分解吗 是不是 好 那么两个加在一块乘以25就出来了 其实也有简便方法 我们分解这个思路知道了 那对我来说 你想没想过这两项加起来 是不是就把这个给划了呀 那就是我拿多少钱搞定了多大的事 我拿两笔钱 130万一项原材料的成本 我选择这种方式 花了一个140万乘以13%的税负 我就凭了多大的事呢 我凭了180.8万的事 那他俩的差额实际上就是 我不考虑什么分解情况下 我产生的资产转让收益和债务从组收益 答案一定是一致的 因为他俩加在一块 就是把这个划了嘛 这个分解思路更清楚 但是就是你的成本 搞定了多大的事之间的差额 就是它形成的收益 那两种方法都一样 但是这个分解的思路 你一定要有 非货币性资产 进行债务从组 非货币思资投资 都是要分解 卖还卖投 大家注意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债务从组的问题 给大家得不完了 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 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企业合并 分立 等其他从组方式的 税务处理 这块内容啊 教材肯定是分各种方式 给大家进行的阐述 实际上是把文件拷贝过来的 对吧 一会我会 这个链接会给大家 但是这些东西 你都不用管的 同学们 你都不用管的 那我们要给它转化成一张表格 这张表格 理解起来 记起来都非常容易 那么好了 我买你的股权也好 我买你的实质性金融资产也好 甚至我把你这个企业合并也好 或者这个企业分立也好 那么这些从组方式 大家注意 就跟我刚才说的 去买那个冰棍 卖冰棍的老太太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去她那买冰棍 我要支付对价 一块钱的现金 两块钱的彩票 非股权支付和股权支付 加起来是三块 对不对 那么她卖东西了 卖冰棍了 就要考虑卖一个冰棍赚多少钱 那对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企业合并分立 道理一样的 那么他们作为被合并方 被分立方 被收购方 或者叫转让方 名字不一样而已 但实际上 剥离出来 他们就是卖方 跟老太太卖冰棍没什么区别 老太太卖冰棍就要考虑 我卖一个冰棍赚了多少钱 那么作为股权资产 从组这些方式下 那么你作为卖方也依然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要考虑你的所得和损失 那么作为买方来说 我买了个冰棍 我给了他一块钱现金 两块钱的彩票 那么这时候我就想 我收到了一项资产 那这个资产是存货 可以是 我还没支持严手的存货 那么他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别忘了我们在研究资产专题说了 我取得固定资产 物性资产 存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我就要考虑 我收到这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那好了 我现在买冰棍就要考虑 我收到这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多少 三块 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会计的入账价值 所都是眼里的这个计税基础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冰棍就变成了我们的重组方式 我可以买你的股权 可以买的你的实质性经资产 可以把你的企业收购 合并分立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对我来说就是买方 那我的官方名字叫合并方 分立方 收购方 售让方 你卖 你是转让方 那对应的 我不就是接过来的吗 买的售让方 所以我们给他统一起个小名 这个朋友圈的名字叫买方 那么作为买方 我要研究积税基础 对吧 买冰棍要研究积税基础 那你现在啊 把股权资产 甚至你的整个企业都卖给我了 那我收到以后 依然要考虑什么 他的积税基础 那么这个积税基础 按什么来呢 公润价值 所以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大家注意啊 支付对价的方式 对吧 我给你啊 对价 我买东西 给你一块钱的现金 买这个冰棍 两块钱的彩票也好 或者都给现金也好 对税务处理是没有影响的 一般从组方式下 对价的方式 对税务处理没有影响 很简单一句话 卖方就考虑我挣了多少钱 确认所得和损失 买方想我收到东西了 就要研究积税基础 这个积税基础 就是公润价值 这就是可以的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我们总结在一块 就是这么 第一条就出来了 那么接着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说你是一个亏损非常厉害的企业 对吧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 你的年度亏损可以用以后五个纳税年度 去截转弥补 对吧 当然有五言八五言十的情况了 那我们就不在这回忆了 那么是不是就要亏损弥补 现在我把你合并了 那么你的亏损能不能拿我这来弥补呢 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记住这句话 亏损是绝缘的 也就是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是不得在合并企业截转弥补 企业分立 相关企业的亏损 也不得相互截转弥补 就不能截转弥补 明白吗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截转弥补是绝缘的 绝对不用 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亏了 能拿到我这弥补 那如果亏损也变成一种资源的话 那很显然是不利于 社会资源的 合理的理性的有序的流动 我买你的目的 有可能就是为了你那点亏损额 是吧 那这个很显然是不鼓励的 所以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是不可以的 那么有的从事产生疑问了 特殊情况可不可以 可以 下次会说 但是他也是有条件 有限额的 好了 那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他的处理就特别简单了 听听了吧 那这些链接教材有 你一概不需要有 但你考了一概都要会 那么怎么解决 就要迎合我这张表 所以关于这些从组方式下 你的一般从组脑子里 就要印到这张表里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 卖方确认所得 买方供应价值就基础基础 然后亏损弥补 结缘就可以了 就这么点东西 那么我们来顺一下这块 毕竟教材中有 有的考生也喜欢问 先说企业的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的层组方式 我把你给买了 买你的公司的股权 或者买你的实质性经营资产 那我问一下买你 你叫什么房 你叫卖房 卖房是老杨给朋友圈起的名 那你的官方名字就叫什么 就叫被收购房 被收购房 那么你既然卖了 你就要确认你卖这个股权和资产的 所得和损失 那不就是这个吗 卖房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对不对 那么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事实项 原则上保护不变 我把你的股权收购了 那你该怎么处理 还怎么处理 那么收购房是谁啊 我呀 收破烂的收购房 对吧 收的一方 那么好了 收破烂跟着没关系 有饭瓶了 就是买的这方是吧 好那就是这个 收购房 那什么 那取得股权和资产的计税基础 对吧 我就研究了 我把这个股权买过来 把你这个实质性经营资产买过来了 我这得确认一下计税基础 工人价值 这不就这个吗 就完了 那么在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中 不涉及这个亏损弥补的问题 那接着来说说合并 那卖房是谁 现在你们给我快速翻一下 那就是备合并企业 对吧 我把你给买了 你就是备合并企业 对吧 那我就是合并企业 那么备合并企业 极其股东 那么你把卖了 你就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 那么是不是也属于卖东西 被合并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只不过你这个公司可能没了 那你要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 算清算所得 有所得要交税 没有所得算清算损失 对不对 那么作为合并的一方 那我把你这个企业合并了 你的资产负债 我都打包拿过来了 我就要研究 我接受你这个被合并企业 也就是杨老师说的 这个卖方各项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按什么来 公伦价值 那这就是我刚才那个表中的 这种合并方在研究 我收到各项资产负债时 那按公伦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根据刚才的讲解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是不得在合并企业 截转弥补的 你的亏损额 我给你合并过来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吧 好 然后说说企业分离 企业分离呢 对被分离企业来说 原来那个企业一个 现在变成两个 那么原来那个被分离企业 他分离出去的资产 就相当于卖这个资产 对吧 那就要确认资产的转让所得和损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被分离企业继续存在时 那这个股东取得的对价 那他拿的钱 就相当于获得了分配 如果被分离企业不再继续存在了 你这个企业一分为二 变成两个新的企业 原来企业不在了 那么这个时候 原来那个企业怎么的 要进行清算 那就有所得 就要怎么的 算这个清算所得税 那所以被分离企业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卖 就是卖 那么他就怎么的 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接下来说说分离企业呢 那收到这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就是什么 就是买方工人价值 那同样道理 企业分离相关 企业的亏损也不得相互 截转弥补就OK了 所以这块不用记 这块不用记 这块不用记 你们要下载这个讲义的话 你听完我课的话 你就把这个表打完 打印出来就可以 这块你就可以环保节省一下 把它删除再打印就黑了 不要打这些东西 没有意义 好 然后呢 我们举道题来看一下 这道题呢 首先说啊 咱们不是讲的一般性税务处理吗 所以咱就说 它是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这道题我在后边改成特殊性 咱们看看他俩差别是什么 用一道题 有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然后说呢 这个问的是什么呢 问假公司资产转让所得和损失 和以公司收到股权的积水基础 他是这么说的 说假企业共有股权 一万股 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 讲80%的股权转让给乙公司收购 我问一下 你首先要翻一下 这个假公司是卖方买方 卖方 那么这个乙呢 是什么 是买方 同学们对不对 是买方 是吧 那么他们俩之间 一共买卖的那个标的物 那个股权是卖了多少股 一亿股的80% 卖了八千万股 那么他俩就谈 就像我跟大妈买冰锅一样 是吧 就得最后谈 谈谈谈谈 这八千万股 谈走语言文 是吧 那个广告是吧 谈了多少钱呢 谈成了八个亿 也就是说 假把这个八千万股卖给了乙 乙带给他支付对价 多少呢 八个亿 那就是 7.2个亿 买方给了他什么 股权形势 那么八千万给了银行存款方式 就像老太太给了这个一块钱的这个现金 两块钱的彩票 就把这个冰锅拿下了 是不是 这就是整个的他的买卖关系 我们用这道题跟前面呼应一下吧 对吧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吧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对价的方式对税务处理没影响 对吧 那就是八千万股卖了八个亿嘛 对不对 那么作为卖方来说 就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他就是收入八个亿减去成本呗 他的成本是多少呢 他说了 假公司每股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八块 那么一共是八千万股 所以就是6.4个亿 所以作为假公司卖方来说 他要确认资产转让的所得 就是八个亿减去6.4个亿 卖1.6个亿 就是他的所得和损失 永乐老师你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提议中说吧 一股买了80% 卖了80% 八千万股 然后每股呢 他们俩谈的是公准价值10块 所以呢 八千万股乘10不就八个亿吗 然后减去呢 就是这八千万股 他的成本 每股成本是八块钱 对吧 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同学也喜欢这么说啊 就是10块钱 对吧 是他的收入 然后每股是成本是八块钱 那就像那八块钱东西 卖了十块钱 一股赚了两块钱 他一共卖多少股了 卖了八千万股 那不也是这个答案 1.6吗 对吧 那是单股的收益 我们说的是总量 都是一样的 哪个方面用哪个 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解决了什么 作为卖方确认所得和损失的问题 那么买方 乙公司是不是就拿到了假公司的股权八千万股啊 他就要研究他的什么 计税基础 那这个计税基础不能是6.4个亿 这6.4个亿是假公司的原有计税基础 8块钱每股是原有计税基础 8乘8千万不6.4个亿吗 而我们现在的公润价值是多少 他俩谈的公润价值是8个亿 对吧 所以 乙公司收到股权的计税基础就是8个亿 8千万股乘以每股的公润价值10块钱 而不是8块钱乘以8千万股的6.4个亿 是不是要注意这个 不是原有计税基础 不是原有计税基础 而是公润价值 所以你拿到这种题以后 你一定要拎清谁是买方谁是卖方 然后分别考虑就可以了 脑子里始终想着那张表 好 这是我们举的一个原理的计算型案例 接着呢 我给大家说说一道考试的选择题 说下列关系企业合并实施 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说法正确的是 说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可以按比例在合并且截转弥补 那你做这种提示呢 我得马上想到杨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事 对吧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弥补就是绝缘的 所以截转弥补打差 绝缘根本就不对 他说可以按比例更是瞎扯 B合并企业应按照账面净值确认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那我们在确认各项计税基础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就是公伦价值 对吧 所以呢 合并企业买方应当按照公伦价值 确认被合并企业卖方各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所以它是错误的 我们根本没提什么账面净值 全是公伦价值是吧 C说的是被合并企业股东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的处理 被合并企业的股东就是卖 卖的话就要算所得 确认所得 那么就是要清算所得 这是对的 按清算进行所得处理 有所得按清算所得交税 所以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D说的是 合并企业应按照协商价格 确认被合并企业各项负债的计税基础 我们根本一毛钱协商价格都没有说 那就是什么 公伦价值 B和D犯的是一个毛病 所以答案选C 听见了吧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企业从组这个专题 这一讲给大家做的介绍 主要包括两块内容 同学们要理解 我们说的股权支付 非股权支付的含义 能进行简单的选择题的区分 第二个要求大家理解 一般从组方式下的处理规则 对变性和微整形这种方式 理解即可 对债务从组这种方式 要知道债赚股和非货币性资产清偿 关键词分解 那对其他的从组方式 要脑子里刻出 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表格 表格很简单 当审题发现是一般从组方式时 他问你下列说法正确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作为卖方来说 被合并方 被收购方 被分立方 转让方 这个叫法不管是什么 那他就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你比如说他说的是 被合并企业股东 需要按清算进行所得的处理 那就是确认所得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么转过事来 如果他提到了是买方 也就是合并方 分立方 收购方 受让方 名字有所不同 那么他收到这项 股权也好 负债也好 他确认的计税基础 就是一个词 工人价值 而不是像刚才那道题懵的 他又说账面净值 又说协商价格 那么或者他说的是 原有计税基础 都是懵事的 一概不对 还有一个 就是脑子里要紧紧把个弦 如果题目中说了 一般从组的前提下 那么截转弥补 就是个伪命题 是绝缘的 是杨老师课上一再打X的 就可以了 所以这讲大家注意啊 更多的还是理解把握 那么这块这个表格 刻到脑子里 为什么 因为我下次课 还要用到这个表格 那么在特殊从组方式下 也是以这个表格 带动大家的应考 我们下次可再见 我们下次可再见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